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又到我们命理名人堂的单元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以及赞的按钮 这样以后老师更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 也帮助老师能够达到十万订阅者的目标 今天我们的命理名人堂 要谈到的是 我国开国元勋之后 国民党男省立委蒋万安 蒋万安 他是蒋孝岩之子 也是我们先总统蒋经国之孙 他出生于西云的1978年12月26日 化作传统的八字学为五五年甲子月仁虚日的吉时 这个生日是老师采资于维基百科上的公开资料 那也因为老师并不知道他正确的出生时间 所以按照命学的惯例 老师就把时间化作吉时 当然以我们的八字命学来说啊 这个出生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少了这一个资讯 整体的准度会下降大概25%左右 这里就先跟各位报告哦 好 那我们来看看蒋万安的格局 以蒋万安的格局来看 老师是这样评断的 蒋万安可以说是所谓的藤龙之命 出生时候 他跟随祖母大姓为张 后来在十岁的时候才跟随着父亲 张孝爷 任主归宗 改回他爷爷跟太爷的姓氏为蒋 所以按照老师的性命学来说 如果蒋万安 他没有归回他的任主归宗 归回大姓为蒋 人姓为张 那整个结果也会完全的不一样 今天只会有一个百姓叫做张万安 一个上班族 张万安 而不会有一个创业家 一个大律师 甚至一个国会议员 蒋万安 当然有人会说 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爷爷是蒋经国 太爷是蒋中正 但是其实我们要公正一点来看 蒋万安他在当选的时候 他是在西元2016年胜利的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要说蒋家 还有什么样的政治的影响力 来让他加很多分 然后说他出来一定会当选的 那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蒋家实际上在政治的影响力上 几乎都已经快归回零了 所以老师认为 蒋万安他的成功与胜利 是来自于他的努力 以及祖上积德的余印 这两个加起来才能造就了蒋万安 积德今天 如果仅靠他努力 他可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大律师 但是如果你还要进一步成为一个创业家 一个国会议员 那可能就非常难了 这是以姓名来说 姓名学来说 做一个旁述的评论 好 那我们回到他的命格 这样的谈龙之命 是他保证他一定会在政治路上成功的铁局吗? 肯定不是 因为以蒋万安的格局来说 他最大的成功应该会落在去年 2018年 岁世戊虚年的时候 如果他那个时候有勇气 有企图心出来争取台北市长的选举 那现在整个台湾的政治局面 将会大为翻转 天差地别 怎么说呢? 以蒋万安的格局来看 2018年 如果是蒋万安 他愿意出来争取国民党提名出选 那他会毫无悬念的干掉了丁守忠 成为了台北市长候选人 而以蒋万安的格局 若是出来选台北市长 那柯文哲基本上就不用这么多悬念了 因为他败给蒋万安的几率很高 还蛮高的哦 而如果柯文哲落选了 他不会再被绑在这个台北市长的位置上 他有很多经历可以做其他事的时候 就可以对应到什么 老师年初在讲我们命理 名人堂柯文哲篇的时候 如果柯文哲失去了他的官位 那他可以保住他的什么? 名气的青山 大家同情心理 会继续的支持柯文哲 那么在现在的2019的总统大选布局中 他有这个底气 还有这个时间 好来怎么样?重新组织一个政党 或是重新的跟绿莹怎么样握手言和 如果如此 那绿莹目前内部的状态就会变成了超级大的变化 整个台湾政治局势也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会差那么多吗?会的 但是我们都说过一句话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就如同老师上一篇视频讲的预测未来的占卜数的视频中就提到 人生的路是由自己的选择而产生了变化 一个想法 你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一个决定 你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所以蒋万安当时决定不选台北市长 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官僚气息 可能是因为长幼有序 但是这样的结果到底对蒋万安本人是好还是坏 那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就像我们之前的贤辈讲到了 什么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好,我们回到现代 我们的国会议员蒋万安 他的未来的政治路会如何呢? 老师还要回到一开始的说法 蒋万安的命格是属于一个腾龙之命 是不是他未来 他在政治路上还会继续的发光发热呢? 然后继续的一步步往上 其实这点老师持保留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以蒋万安的格局 在去年选战之后 他竞选之路目前看起来是逐渐逐渐会走下坡 他这个腾龙之命主要还是以文官运为主的走法 我们先不考虑 老师在推背图系列第五集中谈到两岸统一的推测 以及2020年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们就以中华民国会继续维持现状继续下去 国座也继续的维持下去 蒋万安 他都是他的格局 都还是以文官力量为主 如果你把他派任国民党会用人 把他当派去当什么部会首长 或是来去当行政院副院长 总统府秘书长等等的职务 那蒋万安的实力才能够真正的发挥 他的格局也才能够获得的运用 而如果蒋万安,他明年想要续任什么呢?立法委员 那他最好还是走什么?不分区立委 这样的方式 他能够留任的机会会比较高 如果他还是想走民选的路线 假设国民党的选情很好 他最多也只会像他第一任一样 惊险飞过而已 但是如果民进党的总统出战模式 搭配的非常完美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出来竞选 那无论民进党最后的总统有没有得到 蒋万安落选的几率就非常的高了 所以是说 如果我们又再推论一下 如果民进党他现在又继续的连任总统 维持着目前的执政权 那蒋万安这个藤龙之命就变成什么? 龙困潜滩 他会转回民间 继续发展他的事业 以他的格局啊 他就算回去发展事业 那也是能够发展成功事业发展 还是真正日上 日进斗金的格局 所以是说 他到底是选政治路好? 还是选政治路以外的路呢? 其实就是看个人的想法了 所以老师在这里总结 如果蒋万安 他要走政治路 那他肯定是必须要把他的心思跟人脉 让他能够回到文官体系上 那他肯定做的很好 比如说你给台北市长做做 不过他现在已经没法再选 那他如果做台北市长 他会干的比什么?历任台北市长都来得好 超过陈水扁 超过黄大洲 他做的比任何人都好 如果让他当行政体系的 他也能够办事周全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把他放到什么? 选举里面啊 去当选将 当个战将 希望他能够替国民党攻城掠地 那可以是说怎么样 就好拿三国志来比你好了 你就像在赤壁之战的时候 你要让鲁树带着天军万马去迎战关羽一样 有意义吗?很难打 真的是很难打啊 所以是说蒋万安他现在的格局 你去把他当个精神指标还行 就是年轻一辈 要交棒什么的 给人欠一个机会 那这个还行 如果你要让他去当国会议员的身份 希望他在立法院中能干出什么样好的绩效 那还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像蒋万安这种腾龙吃命的人 他干不了太肮脏的事情 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以宏观 以立国立民的方法去思考 他能够承先起后 把好的文化传下去 好的政策延续下去 然后让这个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养生送死而无憾的治国动量制裁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 在我国 如果你要很多选票 才能上位的职务 这个位置 他能夺干净呢? 如果没有了利益分赃 谁又愿意一直在你身边 出谋献策 征战四方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下方的说明页面 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如果需要老师的专业咨询服务 请点最下方的联系方式 请各位务必要按订阅小铃铛以及赞 这样老师日后在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收到通知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